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法庭《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4月19日 星期二下午时间 今节有我许珊 还有我们的易德师傅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 留下言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静行布》《沙冷器》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赵家然太古城的耳朵案 这件事终于落幕了 终于终于搞了很长时间 已经是前年的事 2019年11月的时候 太古城中心一个商场的门外发生了这件事 陈珍立到一个人都双了4个人 加上赵家然的话 现在就重囚14年半 都挺厉害的 也挺重的 如果从黄友的角度来看 他们会不会调戏一些呢 黄友照计算是应该会的 我觉得 因为他们之前最高纪录的就是12年 就是在荃湾收了一些会爆的 还穿着拖鞋被阿尔捉住 那个就很好笑 那个就说 哇 为什么这么重的 12年了 现在有个他们所说的叫做蓝丝 14年半 终于就叫做紧紧 赢了个马臂 对于这件事 陈珍也没有说自己是蓝丝 只不过他们那群人和他们所说的事不合 或者叫相反 或者不赞成 就已经立即当你是蓝丝了 就这么简单了吧 没错 他们就是很喜欢的 只要你的政见和他相违背 或者跟他不一样也好 他就很喜欢上纲上线就说你是蓝丝了 对不对 这种风气那时候是很厉害 也是不要得的风气 现在就倒转了 就是你跟那些所谓的蓝色的 有什么意见不合 或者你不认同他的东西 或者批评他的东西 就说你是黄丝 又说你是黑暴 又说你是小黄人 对不对 这些人很认识的 这些人到现在还说什么是黄蓝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先说这件事 他当时除了有一些动作上伤了别人的肚子 最经典的就是把赵家然摆着 摆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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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耳 我们将画面经过修饰 所以当时的动作就是这样的 赵家然还说这一世都记得咬掉耳朵的时候 那个声响很清脆的声音 是不是好像吃猪耳朵的声音 有些骨子在那里 像猪耳朵的声音 像猪耳朵的 是吗 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个道理 好像咬猪耳朵的时候 对啊 可能 我未咬过仁耳 我不知道 结构上可能有点相似 有软骨在那里面 所以咬掉了 我们看到后面的人都挺冷静的 我们看到吗 事件太突然了 对吧 我记得当时发生这一刻的视频 那些人都不断嘔吐 这位咬人的人 要把他分开 是呀 那时候很激烈 之后咬得很厉害 这个事主就叫做被告人 应该这么说 叫做陈珍 他也是事主 因为被人打到猪头饼 那个脑子 后来还要开脑做手术 他家人也因此被那些小伙子起底 他说都很惨 对于这一方面 其实本来他的刑期 加起来是15年的 就是因为这些叫做家人 都同样地被迫害到 所以可以剩下少少扣减刑期半年 那我们先说少少法官怎么说 就是说 被告的行为非常野蛮令人难以自信 事后令到赵嘉然 没有办法正常地戴口罩 还有生活上都是受到影响 例如会否在猪女方面都受到影响 这个不知道 很难说 我觉得不一定有影响 有些人有同情他 或者他有其他办法 加上赵嘉然 有四个受害人 都要接受心理辅导 也有受害人 患上了创伤后遗症 我想赵嘉然也是最明显的人 这个当然 而且他也经常显露出来 他没有了一只耳朵 常常贴着胶布 胶布可以贴成年 对 大沙布那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始终他也是公众人物 还有政坛来说 也有很多东西 我还记得到后期 到35加的时候 他还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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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都说 其实是否可以不继续35加呢 然后他就指着 大沙布 刚才台昂所说的 贴了一整年 那我的耳朵怎么办 他记仇是很大的仇恨 事实上是 之前我们有好几节分析过案件 尤其是有易德师傅在说 一位陈珍说他当时喝醉酒 喝了酒觉得很温和不舒服 他就去了健身室里面 不是健身 他去了洗澡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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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一洗澡 是否可以揮发酒气出来 他就当成像练习的功夫 神功 会的吗 我没试过喝完酒去洗澡 我觉得很危险 可能会不会血液循环不畅 会导致头昏眼花 会不会这样 我怕心跳再加速 因为你喝完酒 你都会觉得自己心跳会加速 你还蒸得多蒸 就热了 人就会心跳再加速 我觉得更危险 有可能 有可能 会影响你的心理 是否因为蒸完桑拿之后 就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我们听听法官怎么说 其实都说信立被告 安发时候受到酒精影响 不过都认为他不是叫做早有预谋 虽然说不过是一把刀 他又不知去切水果 又不知去切水果 又不认为他受到抑郁情绪的影响而犯 因为他本身有情绪病 辩方在今天早上也有求情 说陈珍这位被告 都有向四个受害人致以致诚的道歉 对他们造成不能磨灭的伤害 觉得很后悔和内疚 我们刚才咪后也有双吐了一个位置 其中赵嘉然完成了和陈珍一个庭爱和解 大家都知道他最伤的就是现在画面 看到耳朵的位置 对 你说当中在糾纤的时候脱了几条头发 这些都不用告他了 我们也算了 这些就不能够告了 你下街也会脱头发的 平时人也会脱头发 脚毛 这些都不能够告他 耳朵方面 或者他对于身体方面的创伤 得到陈珍赔偿了190万给他 我们刚才咪后来讨论 觉得是如何呢 阿台银觉得 我觉得能够判给你这样的价钱 如果是该事主的话 应该都给你这么多钱 其实这位行空者 他也有家人 家人也要找地方住 现在就惨到 居民就惨到要变买房子 去付这笔钱 其实代价也挺大 已经占卖了太古城 跟风风光光的那样似 又是 智光 终于有人同样了 要占卖 因为那时候占卖了之后 又升到巴巴声 他的感觉就会觉得自己占卖了 终于有人同病相连 我们可以这样看 190万换了自己的耳朵 那又值不值得呢 当时我们就立刻想起 那我的耳朵怎么办 现在原来190万 你的电影就会变成 还是觉得是没有办法 之中的办法 用190万来填补心灵的创伤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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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创伤的人 我的心灵很大 我的心灵很大 190万不够 可能要290万还是390万也不够 可能他们当中有些拗数也不够 可能赵家言一开始说300万 我的心灵很大 这个不能咬 这个不能咬 那些人都说 未来会随一个民事的索尝 去找陈珍聊一聊 也说正在和解 那我们这样看 如果耳朵就价值190万 即中生的伤害 如果肚子画了一刀 肚子画了一刀疤 这一刀疤 100万差不多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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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看个人 我个人认为都可以 你又不是没了一条命 可以治好 或者去韩国 摸一摸肚子 看看会不会痊愈 你说那些刀疤的那些吗 对 刀疤的那些 刀疤的那些 就收拾一下 不知道韩国行不行 拿到20万 齐头收你百尔 20万去韩国飞几转 要吃喝玩乐 可能是百尔满 有一个转到地 被陈珍踩头 踩了几脚 不知赔多少 这方面自己谈 见他们现在赵嘉然耳朵 爆了190万的话 我想那几个一定 跟某一个蓝营 意见领袖 那个花名差不多 会不会呢 其他三个 谁 大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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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 这些什么鱼帽虾仔 可能台阳到贵人事 都忘记了他 接着他也有说多一点 自己的事情 2004年的时候 生意失败 情绪低落 也都在深圳方面 求诊过精神科医生 2012年的时候 自己情况国化 也都在东区医院那里 接受过治疗 都需要复食抗益屈药 17年的时候 也都叫做短暂 进入过去这些治疗 看来是真的有 这个人 这位行空者 的确是有一些精神问题 是 他的代表律师也说 现在陈振表示 愿意 将他的围体捐给中大 做无言老师 就可以研究一下抗益屈的成因 也好 或者治疗方法也好 也好 虽然说他是什么蓝丝 但其实他不是的 他代表律师也说 其实到今时今日 都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观念 也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政治示威 即是那些杀无赦的那些 杀无赦的那些 都不见他的 完全没有的 法官也接纳 觉得是一个突发 好像义德师傅所说 事发也是很突然 真的很电光火石的情况 是的 最后都可以说了一点汁 他的代表律师 本来在求情的时候 他以为那个官还没睡醒 他就说 哎呀我老公三十年以来 都没有跟人动过手 然后法官就说 喂你玩我啊 早前看到一份报告 就说他老婆曾经在睡觉的时候 看到自己被被告用刀指着她喉咙 所以就报警求助 是的 他老婆也很不说得 以前报过警 说他先生找刀指着她的 还在睡觉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想一下 其实也挺恐怖的 有一个人在你睡觉的时候 找刀指着你 你怎么知道 他这次可能没有赌下去 下一次会怎样 你不知道 一个明显有精神问题的人 但他太太也是 对他不离不弃 哇爱情家真是伟大 真是厉害 还占卖了一间屋 都不管这么多了 都希望他可以判 不用那么久了 法官也都质疑 但是这个老婆用这样的方法 替他求情 是不是究竟叫做隐瞒这个事实 然后代表律师也替他解释 他说其实没有什么粗暴对待 也是刀对着她 然后法官说 那也不叫大件事 是不是要割下去才代表糟糕 被撕罩 这班人真是吓死人 当然了 陈珍当时就说自己老海一片空白 这些官都不相信你了 哪有可能 是吧 对啊 哪有可能 老实说 不是这样 好了 这件案件终于到尾声了 不知道赵嘉然会不会有什么 我也挺期待他 会告诉大家 已经释怀了 最好我们都不希望把政治立场带到一个位置 不分是非黑白 只是觉得我不喜欢他 他被人咬了耳朵 或者他这么惨 还是很开心 是其是非其非 如果他35加这件事 因为这样而还压 要进行审讯 那这里我们是乐见的 但是如果他耳朵这件事 真的 他说就说 说自己来什么帮忙 调停一下 还是怎样的 看看发生什么事 来帮忙 到最后结局 就没有了耳朵 我们都不希望看到 不应该用一种暴力 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看到赵嘉然这件事 我就马上想起一个人 其实都是差不多 就是扭曝光了 其实他算幸好 他那时候都是说自己来看 是有什么帮忙的 去元朗站 是 他不要动手 他被人打破了头 就是最惨的 我还很记得 我们当晚都很紧张 虽然台阳和社长 就算是真必思 台阳和社长更加 那个时差关系 都紧张得很晚 到还没睡觉 都看着 很留意新闻 我还很记得 我不记得哪位主持 应该不是大马sir 他当时在搞其他事情 我不记得哪位主持 我还这么晚 还留意到 柳俊刚 就说 现在过去元朗站 看看有什么事 要帮忙 就说自己在开车过去 够不够半个小时 就拍着他 坐在地上 整个头都是茄汁 你幸好 如果不是真的 幸好你就爆头 如果不是又没有耳朵 那就麻烦了 没有错 所以有时要看自己 什么事 不要这么不自量力 看我要过去帮忙 看一看什么环境 对 没错 就算是以德师傅 就算是以德师傅 也会有些工具 都未必够敢迈去 不迈去的了 看到这样的情况 当然是报警处理 你自己制止不了 你就走开 这些事情太危险了 对啊 我们看到镜子里面 你看到镜子里面 的倒影 你就知道 其实全部人都不会再来 说要帮忙 根本上不能帮忙 不是说不帮 不是说什么没有耳气 还是什么 其实帮不到也没办法 它发生得很突然 你看很多人 我相信在照片里面的人 还没清楚在做什么 谁不知突然这样子 又是 还说咬完一只还不够 还想咬完另一只 幸好 真的突然害怕 挺恐怖 始终判了刑期 14年半 再加上赔偿 希望赵家然的耳朵 可以按食 应该要按食 应该要按食 是吧 你发现我慢 先带住 他现在困难一点 因为现在还在还压 哦 是哦 用不了 看得不用得 可以 出来才会过数 就是 他应该在监狱就麻烦一点 不可以找类似什么 林作的那些 有什么储蓄保险计划 190万 一整笔 对了 先推进去 到时出来沸泉了 也会多一百几十元 一杯茶也好 是的 又可以 有机会问社长 这些情况有没有处理 好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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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